大家好,我是Frank 欢迎来到今天的Grammar Review 今天在Grammar Review的时候 我们要继续来进行我们的文法复习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单元是不定词 通常在英文考试当中 2加原型 或者是ing 或者是pp 经常是克漏字的重点 所以今天借着复习不定词的文法 希望各位同学下次在答题的时候 可以有更清楚的概念 首先在我们今天杂志上一开头的地方 就先做了一个基本的定义 不定词的样子就是to加上原型动词 基本上 英文当中如果有it摆在前方 当作虚主词的时候 后方就是用to加原型动词 可这里又要提醒各位同学 如果是指对某人来说 那么习惯上会加上一个介绍词for 所以杂志上的例句说 军人的严格训练是有所必要的 后方之所以用to transtrictly 因为前方有虚主词it 而今天对军人来说 所以我们用的是介绍词for for soldiers 但是英文当中还有另外一种状况 我们是用of的 比如说我们形容这个人心肠很好 因为心肠很好是形容这个人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用介绍词for 要改用介绍词of 举例来说 你真好心帮助我 It is kind of you to help me 老师再强调一次 因为kind的这个词是好心的 是形容这个人 所以我们就不用介绍词for 而改用介绍词of 回到杂志上的注解 他说 如果是一般的人 比如说对我们 你们他们 或者是大家 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再写for 加上名词 所以例句说 记恨是很蠢的 这件事情适用于大家 所以我们就直接讲 to hold a grudge is foolish 当然 这句话一样可以用 it当作虚主词 你也可以说 It is foolish to hold a grudge 而不定词的否定形态 就是前方加上一个not 所以请各位同学要记得 考试的时候 只有not to 加原型动词的用法 千万不要被选项骗走了 英文当中我们并不会说to not 只有not to的说法 当然你也可以用never 摆在前方 变成never to 所以例句说我告诉你 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 I told you never to call me again 你也可以说 never to call me again 两种说法都行 所以要请各位同学记得 是not to 或never to的用法 下方我们就一一罗列了 不定词的功用 那么实际上 这些不定词的用法 各位同学是不需要死背的 但是例句一定要读手 你下次做题目的时候 就会很自然而然的知道 要选哪一个答案了 首先先告诉大家 不定词是可以当作名词用的 而这时候的不定词 可以摆在句子的开头 当作主词 或者是摆在动词的后方 当作授词 或者是当补语 如果你忘记了什么叫补语 多半英文当中 放在逼动词后方的 就是所谓的补语 所以比如说 例句讲 遵守交通规则是必要的 to follow traffic rules is essential 遵守交通规则 to follow traffic rules 是今天这句话的主词 而这是一件事情 所以后方的动词提醒大家 要用的是is 再加上essential 当然同样这句话 还是一样可以用虚主词 it摆在句手 你还是可以说成 it is essential to follow traffic rules 当然 也可以当作授词来使用 而当作主词不语的时候 就摆在逼动词 is的后方 who is to plan for this 这里的to plan 放在意思的后方 所以是当作不语来使用 最后这个例句 是当作授词不语 Helen's mother allows her to ride a bicycle in the park 今天 Helen's mother是这句话的主词 allows是动词 her是授词 而今天骑脚踏车 是用来修饰her 所以它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授词不语 当然 不定词 除了可以当作名词来使用之外 更棒的是 可以当作形容词来用 这个地方可能需要多一点解释 比如说各位同学 可以先看看例句 这个无聊的男生 试着要找事情来做 The bored boy try to think of something to do 老师要提醒大家 这里的to do 是修饰前方的something 那么中文有的时候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会翻 something to do 就是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可以做的 这四个字 一听就是形容词 它修饰一些事情 something 所以英文当中 不定词如果当作形容词的时候 多半都是前方放一个名词 后方加一个to 加圆形动词 Frank另外举例来说 我要一杯 可以喝的水 可以喝的水 就是water to drink 我要一张 可以坐的椅子 各位同学要注意咯 椅子叫做chair 可以坐的 这时候提醒各位同学 chair这个字很简单 但是人要坐在椅子上 所以我们要说to sit on 所以不定词当作形容词的用法 实际上非常常用 Frank再提醒大家最后一次 他的用法就是名词 加上to加圆形动词 当然还可以当作副词来使用 当作副词来使用的时候 多半放在他要修饰的字的后方 而多半都是放在形容词的后面 比如说例句讲 Janice不想在会议上发表演说 不想发表演说 is unwilling to speak 这里的to speak 就是用来修饰unwilling这个词 或者是下一个例句 他的口音很难懂 his accen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这里的to understand 一样是修饰前方的形容词 difficult 所以这个时候呢 很简单 就是摆在形容词的后方 不过这里的注解 跟刚才的例子 有一曲同工之妙 这里的注解说 如果这个句子的主词 乃是不定词的受词的时候 而这里的动词是不及物动词 就要加一个介系词 这句话听起来很抽象 可是我们可以再回想一次 刚才的例子 我需要一张可以坐的椅子 英文叫 I need a chair to sit on 为什么要加on 刚才Frank提醒大家了 因为人要坐在椅子上 才会讲成 sit on a chair 那么今天 那么今天 同样的句子 我也可以把它改写成 the chair is too small for me to sit on 这张椅子太小了啦 我坐不上去 too small for me to sit on 后方一样要加一个on 而这个on的受词 其实就是前方的 the chair 所以你回头看杂志的例句 你就懂了 杂志上说 这条裤子太紧了 我穿不进去了 the pants are too tight to fit in 很多同学写文章的时候 或者是做题目的时候 经常会忘掉后方的 这个介系词in 而为什么要这个介系词in呢 因为in是介词 它的受词 其实就是前方的 the pin 所以这条注解 看起来很难懂 但实际上 它在解释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用不定词 放在句尾的时候 而这个动词 是不及物动词 请你一定要 加上一个介系词 而接下来的内容 就比较简单了 告诉各位同学说 不定词多半 放在动词的后面 可以表示目的 结果 原因 或者是条件 比如说 表示目的 就是为了要 Mark brought a blanket to keep warm 为了要保暖 再来 He returned to find his dog missing 他回来之后 却发现他的狗 不见了 或者是表示原因 His parents were pleased to attend his graduation ceremony 最后一个是表示条件 I will be honored to translate this document for you 这四个句子都很简单 就是告诉各位同学 在文法上 可以这样使用 最后一个 我们来谈到了 是不定词的位子 通常不定词 可以摆在句首 也可以摆在句中 也可以摆在句尾 那么摆在句首的时候 习惯上我们要打一个 斗点 所以为了得到好成绩 汤姆每天读书 to get good grades Tom studies every day 这里的to get good grades 因为放在句首 所以要打上斗点 如果同样这个句子 你要把to get good grades 放在后方的时候 就不需要打斗点了 你就只需要说 Tom studies every day to get good grades 最后一个我们要介绍的重点 在文法书当中 叫做所谓的 独立不定词 这个独立不定词啊 基本上 因为它跟句子后方的部分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它叫做独立不定词 而且啊 它习惯上要打上斗点 比如说我们看例句 坦白说 我刚刚没有用心听你说话 坦白说 其实我在说 但是呢 to be honest 跟后方这个句子 其实是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它在文法当中 叫做独立不定词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文法测验的重点 所以在杂志上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坦白说 叫to be honest 那么的确 to be certain 更不用说 not to mention 这些都叫做 所谓的独立不定词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 下方的四个练习题吧 今天第一题说 Some young villagers left their home to seek fortune 怎么样 空格要请你用 never 跟return 这两个字 有一些年轻的村民 离开了他们的家 为了要寻找财富 但是就再也没有回来的 今天 答案要填的是 never to return 为什么要填 never to return 因为这里的to 就表示一种结果的意思 结果就再也没回来了 再来第二题 Your teacher is sure 怎么样 When she hears the news of your success 你的老师一定会很开心 当他听到你成功的故事的时候 今天 shore这个字是形容词 所以后方要 to加原型动词 可是policed 这个字 是高兴的 前方要加上 be动词 shore to be policed 再来第三 The lonely old woman needs someone 这个非常孤单的老妇人 需要有人跟她说说话 今天 需要跟她说话 talk这个字是不及物动词 所以我要先加上 介细词to 所以答案是 to talk to 最后第四题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do two things at one time 最后这一题 只是很单纯在考 it当作虚主词 所以后方要 to加原型动词 一次做两件事情 几乎是不可能的 空格就请以前的是 to do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grammar review 我们帮大家复习了 不定词当中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不定词可以当作句词的名词 就可以放在句首 句尾 放在句中 可以当作补语来使用 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独立不定词的用法 还有 如果后方是一个不急误动词 要请你记得加上介细词 我们要继续来探讨不定词的用法 上次谈的是不定词的基本定义 今天要谈的是它的衍生 还有更进阶的用法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第一个要讨论的是 不定词当中的 时态跟语态的用法 今天杂志上告诉大家 通常如果用to加原型动词 那么就表示这个句子 前后的时态是相同的 比如说我们看例句 那个男子显得非常疲倦 各位同学不妨拿出你的红笔 把appear的 他的ed圈起来 这里的ed就告诉我们是过去式 而后方他写to be to加原型就暗示着我们说 这个男人过去看起来非常疲倦 前后时态是相同的 所以你看下方经过改写之后的句子 果然appear的是加1d 后方用的是was 还是一样是过去式 所以改写之后就变成 It appeared that the man was very tired 而另外一个例句则说 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未来是 I promise to be on time for dinner 今天在这里 promise是现在事 所以后方的to be 就暗示着未来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句子改写之后就变成 I promise that I will be on time for dinner 那么下方的注解就告诉大家 英文当中跟希望 想要计划打算有关的字 后方都要加to加原型动词 而这首表示的是一种未来 包括了wish, hope, desire, intend, expect, plan, promise 这些字 不过注解2其实比较重要 注解2表示啊 有一些字是跟推测有关 而这些跟推测有关的字的后面 如果加to加原型 是表示前后时态相同 但如果你是加to加half加pp的时候 则是表示比前面的那个动作 还要再更早来发生 而这些字就包括了seen 似乎 appear还是似乎 proof这个字则是证实 下方是一个句型叫句怎样 比如说beset是句说 be thought叫句认为 be supposed的是句推断 be known是为人所知 be believe的是句相信 be expected的则是句估计 句推测的意思 这些字的后方 to加原型表示前后时态相同 to加half加pp表示时态 要比前面的动词还要来得再更早 所以比如说下面这个重点 就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注解所要说的 他似乎啊 在那个计划当中下了很多的功夫 he seems to have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project 这里的seems 请你把它圈起来 seems是现在事 但是后方用to have worked 就表示比seems的时态来得要更早一些些 表示是他先前非常努力 所以同样这个句子改写之后就会变成 it seems that he has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project 接下来这个例句说 我希望啊在假期的时候多多拜访一些国家 i hope to have visited more countries on my vacation 今天在这里也是一样 hope 是过去式 to have visited 就暗示时间要更早 不过这个例句啊 实际上有另外一个含义 我希望原本要多拜访一些国家 所以实际上它暗示着 你并没有做到这些事情 所以下方的注解三就告诉大家了 表示希望或预计或打算相关的这些字 后方加to加have加pp 表示原本要做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所以啊这个例句 i hope to have visited 就是我过去希望原本要多拜访一些国家 但实际上没有 当然这个句型呢 比较常用的写法是改成had加pp 所以同样的句子你也可以说 i had hoped to visit more countries 而今天下方的句子说 原本打算要你去看电影 但是我们忘记了 we had meant to invite you to the movie but we forgot 就是这个句型的用法 而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不定词当中 to的后方可以加不同的时态 比如说你可以加进行试 to be加上ing 所以he pretended to be sleeping when an old man got on the bus 他假装他正在睡觉 当这个老伯伯上车的时候 当然你也可以加to加have been 再加上一个ing have been就表示是完成式 再加了ing就表示是进行试 所以合在一块就表示 先前再做这件事情 而且做了好长一段时间 所以例句说 the boy seemed to have been wandering the streets for quite some time 这个男生啊 似乎先前一直在怎么样呢 游荡街上 而且好长一段时间了 当然也可以用被动语态 to be加PP 所以例句说 杰克尽力让自己的生活 过得精彩 不留遗憾 Jack lived his life to the fullest and left nothing to be regretted 今天 nothing的后方 放上to be regretted 就是没有可以后悔的 再来一个例句 据报道 那个演员被女王 授予歧视的爵位 the actor was reported to have been granted knighthood by the queen 今天在这个地方 据报道 先前曾经被授予 所以to have been 加上granted的 初解是在提醒大家 有的时候 在名词或形容词的后方 可以to加圆形 或to be加PP 意思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主动语态 是比较常用的 所以这边 没有什么好找的 there is little to find 或to be found 都行 但是to find 比较常用 再来 你有没有房间 要出租呢 do you have room to rent 或to be rented 两种说法都可 但to rent 比较常用 而这下要提醒大家 当作副词来用的时候 习惯上是没有被动的 如果你忘记 什么叫做 当副词来用的不定词 基本上简单来说 就是放在形容词的后方 所以这部电影不容易懂 easy就是个形容词 所以后方的to follow 就是副词 当然 电影其实是被人懂的 但是我们并不会说 to be followed 以上是不定词用的实态 跟它的语态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不定词的出现 跟它的省略 英文当中有很多的时候 不定词会把to省略掉 比如说第一个 有的时候摆在句尾 如果它的动词 跟前方的动词 是相同的时候 那么这个to 可以把它留着 剩下的动词都省略掉 比如说 不是所有的演员 都能够参与演出 not all actors will get a part in the play but they will try their best to 这个to 杂志上写得非常好 它就告诉你 实际上就是 to get a part in the play 而接下来告诉大家 感官动词的后面 这个to 都省略掉 我们用圆形动词 所以我不感觉 床在晃 I didn't feel the bad shake 当然 使忆动词的后方 也是一样 to省略掉 我们用圆形 所以爸爸阻止怎么样呢 弟弟乱丢垃圾 made her little brother stop littering 因为有make这个字 所以后方就用的是stop 下方多半是一些固定的片语或句型 英文当中摆在介细词but except 或then的后方 那么这个to 一样省掉 比如说 他什么都没有做 只有抱怨 he did nothing but complain did nothing but 字面上叫什么都不做 只有做这件事情 中文翻译就是只有的意思 下面一个例句也一样 除了翘课之外 父母让他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her parents allow him to do anything except skip class 最后一个什么都没有做 只有在睡觉 did nothing other than 所以这三个例句都是相同的用法 而下方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棒的句型 叫 某人所必须做的就是 某人所必须做的就是 叫 all somebody has to do 或have to do is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口语的句型 所以这个to啊 经常省略掉 比如说 放暑假的时候 我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吃跟睡 all I have to do is eat and sleep during summer vacation 所以这个to被省掉了 当然你也可以把 all that I have to do 那个all that 合并起来变成what 所以你看例句 你所要做的就是想出一个好点子 what do you need to do now is come up with a good idea 最后一个告诉大家 and but or 这三个字叫做所谓的对等连接词 因为要连接前后两个动作 所以第二个动作前方的to 我们是经常省略掉的 妈妈要我清厨房丢垃圾 ask me to clean the kitchen and to take out the garbage 因为前方已经有to了 所以我的take the garbage out 这个take前方的to 我就省略掉了 我们来做下方的五个练习题 第一题说 Laura打算要辞职 但是想了一想 她又改变主意了 打算要辞职 ment在这边 当作动词是打算 企图的意思 后方要to加原型动词 请选的是to quit 再来第二 你会不会感觉房子在动啊 一定有地震吧 今天feel是所谓的感官动词 所以后方的to省略掉了 我们用move这个词 当然感官动词的后方 也可以用ing 表示正在做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也可以用moving 表示我们说话的此刻 房子正在动 第三 我们都希望可以活到一百岁 我们可以活到一百岁 we can live to be one hundred years old 这里的to be 表示是活到未来的一百岁 再来第四 in that situation 在那个状况之下 我什么选择都没有 只得说一个善意的谎言 各位同学 麻烦你 把had no choice but to 这几个字画起来 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 中文叫做不得不 我没有别的选择 只好这样做 不得不的后方 要to加原型动词 所以请你写的是to tell 最后第五 今天我们可以让电脑 来检验人们的指纹 来分辨他们是谁 make这个字 是使忆动词 所以后方 要请你用的是原型动词 look这个单词 以上是我们的课程 全部的内容 希望各位同学 记得这两次的grammar review 可以好好地复习到 不定词的用法 我们下次再见 电脑 雷 打扭 大一下 再联合 水 火